1995年8月 广东省高药市金丽镇三药管理区 一名妇女正在街上走路 突然她感觉到一阵头晕眼花 紧接着便摔倒在路上 妈妈你怎么了 跟她一起的孩子连忙上前推她 但孩子的母亲毫无反应 紧接着孩子也感觉到浑身的难受 终于倒在了地上 完了 这怪病传染到人身上来了 附近的人大呼小叫 整个村子仿佛被恶魔笼罩一般 人们是人心惶惶 很快 有人用车子将两人运到了医院 但遗憾的是 两个人已经停止了呼吸 李星 我跟你们拼了 早前还是一家三口 中午只剩下她一个人 男主人拎着锄头就出了门 身后是她的亲朋好友 紧接着 是整个要卖村的人 跟在了她的身后 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三药管理区 李星有限公司的门口 愤怒的村民试图冲进去 门里的厂房值班人员 一面死死的顶住大门 另一面 急忙打电话给公安局 过了一会儿 当地派出所派来了 二十几名警察 双方在李星公司门口 进行了长时间的对峙 之前只是麦田枯萎 唐鱼死亡 现在连人都死了 你们说怎么办 药卖村的村干部 为了自己村民的利益挺身而出 大声质问李星公司的管理人员 先冷静 先冷静 现在死者什么原因 死的还没有搞清楚呢 大家先不要冲动 现场带队的民警满头是汗 一边说一边不满的 回头瞪着李星公司的人 原来 李星公司是从事冶炼金矿的 当年五月的时候 曾试生产了一段时间 结果马上就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当地的鱼和庄稼 以及部分的牲畜 都出现了死亡现象 现在连人都死亡了 难怪村民大为的恼怒 但当地政府指望金矿 带动经济的发展 对李星公司 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警察也只能两面不得罪 李星公司的人大声说道 人死了 也不一定是我们造成的 要弄清楚死因 我看哪 得送法医院那解剖 身边的几个员工附和 我杀了你 死者的家人 一听对方不但不认账 还要解剖自己已死的亲人 眼睛立刻就红了 纷纷拎起锄头 向前冲去 眼看一场泄斗在所难免 碰碰两枪 带队警察一看 快要控制不住局面了 只得鸣枪示警 要卖村的存干部一看今天的事情 要是闹大了 可能没法收拾 也连忙出面将苦主劝回去 不久 三药管理区政府就收到了当地村民的请愿书 要求关闭金矿 政府官员要求公安机关彻查村民死亡原因 但死者家属说什么也不同意解剖尸体 事情一时间陷入了僵局 但没想到 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从八月份开始 大面积的牲畜和鱼死亡 以及人突发怪病 甚至死亡问题 接连出现 广东省高药市三药管理区内的四个自然村 开启了一系列的原因不明的人处死亡事件 让当地人异常的恐慌 对当地金矿的冲击多次发生 一浪高过一浪 虽然当地政府一再强调不是金矿的问题 但在事实真相不明确的情况下 当地群众情绪恐慌 传言为发生了瘟疫 大部分村民纷纷走出投亲靠友 学校停课 工厂停工 社会秩序 陷入了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 高药市和他的上级行政单位 赵东市 派出了联合工作组 到三药管理区进行维稳工作 工作组到了当地没多久 就了解到一条重要的线索 就在8月27日 当地村民的鱼塘出现大量鱼苗死亡现象 而鱼塘主人在检查时 发现鱼塘附近有十几个毒鼠墙的空瓶子 他们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当地的派出所 派出所派人去取证 认为是当地有人混水摸鱼 趁金矿污染事情的发酵 故意祸害这家村民的鱼 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已经有四个人死亡了 但这四个人的家属都不愿意进行尸检 因此到现在都没弄清楚真正的死因 但目前状况来看 很可能是有人故意投毒 一位官员分析到 但警察却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如果是有人投毒 他是如何进行如此大规模投毒的 目的又何在 而且如果是毒树墙下毒 他的毒性很大 为什么一家人吃同样的饭 喝同样的水 有人中毒身亡 有人却毫发无损呢 政府人员和警方连续开了几次的碰头会 都没有头绪 逼不得已 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五的想法 加大对村落的监控力度 在主要的村子内 以及村子和村子之间的道路上 进行重点的巡逻 排查可疑人员 谁啊 干什么的 我肚子疼 出来上堂厕所 哦 那快回家吧 晚上不要随便出来 好 马上回家 这样的巡逻 持续了好几个星期 但令人惊讶的是 大面积的牲畜和鱼的死亡 仍然在继续 这时候 整个广东都知道了高药市的恐怖案件 有高药市亲戚的人家 都拒绝让他们来自己的城市躲避 生怕怪病会传染到他们身上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 仅靠香港 海内外媒体对这种恐怖现象非常的关注 很快公安部就派来了工作组进行督导 但这次 督导组发现 情况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复杂和恐怖的多 死者一个接一个的出现了 9月16日的早晨 药卖村的男童陈泽辉 在小食店里买了一碗粥 回家和母亲分食 不到半小时 陈泽辉就发病了 浑身抽搐 可陈泽辉的母亲却毫发无损 医疗专家组得到消息后 马上对陈泽辉的尸体进行了检验 但遗憾的是 陈泽辉的母亲因为自己没有事 坚持认为是环境污染所致的 不允许解剖 专家组只好从陈泽辉的体表入手 经过认真的检查 并且激烈的争论后 专家组认为 虽然根据所掌握的情况 还不能确认大批 人畜死亡事件的性质 但从陈泽辉死亡的时间和情况来看 由投毒造成的可能性 已较为明显的显现出来了 而此时 因为怪病而死亡的人数 已经增加到了12人之多 另有83人中毒入院治疗 他们的症状有轻有重 但都说不清楚具体原因 既然有了方向 官部督导要求所有的警察行动起来 对现阶段所有出现怪病的群众 进行全面的走法 各个片区的民警 纷纷下到各个医院 广泛采集病人的生活样本 深入调查病人家属 在很短的时间里 就调查了86名病人和家属 制作了近百份 反映病人发病前 医时住行情况的笔录材料 绘制了数十份病人住宅结构的平面图 提取了死亡村民饮食使用物品 病人呕吐物 以及现场发现的糙米 可疑物等大量的剪裁 但可惜的是 这些剪裁因为时间的原因 大部分失效了 其他少部分虽然能够检测 但并没有找到什么可疑物质 只在几只鸡的胃里 发现了浮以仙案 而这种农药虽然已经被禁止 但在偏僻的农村却并不少见 因此也并不能证明什么 案件再次搁浅 而令人惊恐的是 身患怪病的人仍在不断的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人员和当地的警方 还有市省和公安部下派的工作组 三方面召开了联合会议 会议决定 无论如何要说服群众 对尸体进行解剖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弄清楚死亡原因 到底是什么 当地警察再次承担了 这个艰巨的任务 而同时 他们自身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有的民警忙了一天回到家里 但妻子却坚决不允许他抱孩子 更不允许碰家里的食物 生怕民警将怪病传染给家里人 更有甚者 连民警本身也觉得自己的身体出现了异常 是传染上了怪病 在调查过程中 有多名警察因为劳累导致精神萎靡 结果他们非常的惊恐 马上去医院全面的检查身体 结果无一例外 是虚惊异常 同时 对住院的病人 民警也丝毫不敢放松 很多民警24小时寸步不离的守在病房 病人一有呕吐物或者大小便 立即去接 马上送到检测中心进行检测 但遗憾的是 当地的医疗条件有限 而即使送到省一级检测机构 也没有什么结果 幸运的是 在当地政府人员以及宗教势力的帮助下 警方终于克服重重困难 做好了死者家属的思想工作 解剖了六具得怪病群众的尸体 有了这些检裁 10月17日 广东省官厅刑侦处 派人带着金利镇系列死亡案件的多种检裁 前往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 要求进行毒物检验 负责此案主检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封世珍 封世珍 是我国刑警 中毒药物物品检测鉴定官家 一直战斗在毒物药品检测的第一线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 他几十年如一日 潜心求索 致力于毒物检验实践和研究 全国基层官机关送到官部的物证中心的中毒案件检测材料 几乎80%以上是腐败 或者是高度腐败 恶臭难闻 区中爬满的尸体脏器 还有的是患有三期肺结核 肝炎 艾滋病等 恶性传染病 可疑中毒死者的脏器和体验 有些检裁是致癌剧毒物质 药品 化学 以及对人体有害的各种挥发性气体 封世珍近三十年 就是长期在这种特殊环境中奋斗拼搏的 2000年10月退休后 因工作的需要 他又被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返聘 继续战斗在毒物药品检测第一线 2004年11月10日 因病不幸实施 2004年12月8日 封世珍同志被公安部追授 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封世珍 根据送检人员介绍案情 此前已对死亡人 畜肝脏做过多次检验 使用的检验方法 既有化学法 又有大型仪器法 只在机位容物中 明确地检出了服役先案 但人畜中毒症状 很像是服役先案所致 这次送来的检材 有死猪死鸡的胃 小食店的米粥和大米 死狗的胃组织 一味病人的尿液 死者陈某的多种生理组织 上游金矿的水样等 显然 此次检验 对揭开激励镇人畜死亡之谜 关系重大 服役先案 是一种水溶性合成毒物 无色无味 由于此药不易分解 残留期长 亦造成二次中毒 1984年 国家明令禁止生产这类属药 但在一些地方 受经济利益的驱动 仍在违法生产 1992年发生的灭属大王 邱满屯 状告科学家的官司 就涉及到邱氏手药中 是否含有服役先案 1995年2月 这场官司以邱满屯二审败诉中结 风世珍仍然是使用化学法检验 他为了解决干扰问题 采用了大量的空白对照样品 这样工作量成倍的增加 但可以查明检验中 是否存在干扰 在确定无干扰的情况下 再下结论 所有检品的第一步处理 是进行溶液萃取 这是包含着很多步骤的一道工序 对溶液的控制 酸碱度的控制等 稍不注意就会出错 风世珍连续苦干了几天 完成了萃取 然后进行流电反应检测 另一位参检人员合议 负责用气象色谱 气质连用等大型仪器 对所有的检品的萃取液 进行毒树墙 有机磷等毒物的逐项排除检测 这期间 高耀警方于10月29日 又送来了一份四天前 突发死亡人员陆某的检材 风世珍马上对这份检品 进行了处理 按程序进行检验 11月6日和10日 风世珍将经过浸泡 分离处理的所有检材种类 和对照空白的样品 分两批送军事医学科学院 用核磁共振仪器 进行复合检验 11月21日 风世珍收到了军科院那边的检测结果 他马上与自己这边 以用化学法检验出来的结果进行对比 证实所有的检验项目完全吻合 当天便电话通知了广东方面 由物证鉴定中心 出具的鉴定书认定 死猪死鸡胃内和小食店的米粥中 检出浮乙鲜岸和浮乙酸钠 从死者陈某的多种脏器组织 检出了浮乙酸钠 从鸡胃内还检出了毒树墙 其余剪裁中 均未检出浮乙鲜岸等 鼠药农药成分 这份鉴定证实 金利镇发生的破坏力 不亚于一场小型SARS的人畜 大规模非正常死亡的事件 主要是由浮乙鲜岸和浮乙酸钠所造成 11月22日新华社发布消息 称广东省高药市金利镇三药管理区 牲畜和部分村民相继死亡事件的原因已查明 他们是食用了鼠药污染的食物而引起的中毒 那么树药是怎么污染食物的 通过方世珍的研究分析 三药管理区的侦破力量 重要明确了侦查方向 金利镇大量人畜非正常死亡的真正原因就是 投毒 而与此同时 可疑人员也被发现了 在11月中旬的一天 金利镇一家小食店的服务员 亲眼见到一个当地的妇女吃完早餐后 偷偷地往店内的水壶里面投了些东西 这个店员非常的警觉 他马上报了警 通过检验后证实 壶里的水中含有大量的服役鲜案和零化新成分 至此 警方明白了 投毒的人 就隐藏在三药管理区 数万朴实的农村劳动妇女当中 但令人疑惑的是 他为什么投毒 从投毒的地点来看 似乎是无差别的投毒 乃小吃点吃饭的可能是任何人 甚至是他的亲戚 他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看来只有找到这个人 才能解开这个谜题 很快 警方就将方圆几公里内所有不正经 爱撒泼 不孝顺公婆的妇女 都进行了重点的筛查 但可惜的是 没有任何的收获 这时公安部的工作组内的刑侦人员建议 对本地比较老实 邻里评价比较好的人 进行重点排查 理由也很简单 证明妇女嫌疑人 进行了长达五个月的投毒 居然没有人被发现 身边的亲朋好友和邻居左右 对他甚至没有丝毫的怀疑 说明这次的对手 是一个非常善于隐藏自己的人 经过几周内的多轮排查 经过店员的辨认 嫌疑目标锁定在42岁的农村妇女 杜润琼的身上 经过一系列的外围侦查 警方于12月7日将涉嫌投毒作案的杜润琼 和他19岁的大儿子汤友华 依法逮捕 12月11日 高钥匙警方派人将在嫌疑人杜润琼家中 搜出的背包、大米、铝锅等可疑物品 再次送到物证鉴定中心 他们明确提出要求检验是否含有福以先案 很快 在杜润琼家里发现的第二次鉴定结果证实 杜润琼用铝锅搅拌过毒剂 搜出他已经办好的毒剂的大米约1000克 背包是用来装投毒物品的 一脸老实相的杜润琼被带入了审讯室 没几个回合他就彻底交代了 在交代的整个过程中 他都很平静 甚至显得非常的无辜和委屈 但他说的每一句话 都让审讯员目瞪口呆 原来杜润琼如此疯狂投毒举动的背后 居然是他想帮自己去灾避祸 这个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村妇交代说 他常到当地的庙里面去求千问卜 开始是找庙公给他解答千句 后来将千句拿回去自己理解 有一次抽了一条千句 忽调正当朝上后 这般家境乐无殃 他竟然理解为 要铲除社会上的坏人丑事 才能使自己不遭殃 至此 生出杀掉一批人的念头 又一次抽签的千句是 让国江山守阳光 他认为是千句批评他 如果还不行动 就会把江山让出去 只好在家里守阳光 这会遗臭万年 于是他鼓动儿子一块 开始了疯狂的投毒活动 但他一直没有引起别人的怀疑 只是在11月中旬的一天 他在小吃店下毒时 被人看见了 这才露了马脚 其实 如果当地警方和夜间巡逻人员 盘查再紧密一点 完全可以早一点 发现杜润琼的问题 因为本文开头 部分巡逻人员偶遇的人 就是杜润琼 那天深夜 杜润琼去金利镇市场 进行投毒 正好碰到巡逻队 他乍成肚子疼上厕所 巡逻人员没有注意 如果立刻检查他的背包 会发现里面全是下毒用的农药 当时就可以人赃并获 根据杜润琼共认和公安机关 侦查所获得的大量证据证实 自1995年6月 杜润琼和旗子汤有华 从向鱼塘里投放农药开始了 他们一系列投毒的活动 后又购买了含浮乙鲜岸和浮乙酸钠的毒鼠药剂 活神仙 大多在夜里出动 或在菜地的菜叶子背面抹上药剂 或将药剂灌入牛嘴 或用米猪油渣干鱼籽搅拌药剂后 四处乱撒 后又发展到将药剂倒入小食店煮好的粥里 投放到村民家的厨房内 或者市场的肉案上 总之像疯子一样四处投毒 认定因着两人投毒 共造成163人中毒入院治疗 死亡18人 还有243头猪 3100多只鸡 300多条鱼 10头牛死亡 直接经济损失是280多岁 同时 为了携带方便 他竟然购买了2300瓶毒水墙的空瓶子 用来装农药 这也就是为什么 明明现场曾经发现过 毒水墙的空瓶子 但公安人员多次检测 鱼塘和人畜的饮水 都没有发现存在毒水墙的成分 1995年12月26日 赵青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投毒罪 判处杜润琼 汤有华死刑 杜汤二人居然还不服 向广东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直到此时 杜润琼仍然认为 自己下毒杀人是为了消灾避祸 并不是恶意杀人 请求法院从轻发落 但法律是用来维护正义的 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维持原判 于1996年1月8日 将二人押赴事发地刑场 执行枪决